今天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 也是我的先生 我的阿娜达 我哥哥 曾秋宝宝师傅来教大家做几道好吃的菜 我一开始以为是老菜 结果我会发现宝师傅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会从老菜做基础 然后用他自己的创意去发挥 大家有没有很想要吃麻婆猪脑呢 本来一开始听到觉得很害怕 现在会发现麻婆猪脑已经变成另外一种境界 紧接下来呢 宝师傅要教大家做一道素菜 这道素菜呢 在台北的一家餐厅叫聘真楼 聘真坊 很有名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吃的时候 宝师傅说这道菜简单 宝师傅说我可以做出我自己的味道 这个其实也是一道素菜 交给听众朋友 可是我们还是沿用它的名字叫吞舌 因为创意是来自它这里 怎么做吞舌菜 吞舌菜 因为吞舌菜 它为什么叫吞舌菜 并不是它的食材 是因为它好吃到你要把舌头吞进去 它那个时候的宣传的讲法是这样 对啊 我们就照它的原理宣传 所以好吃的要连舌头都吞进去 吞舌菜最重要的几样东西 树鸡 树鸡 草菇 草菇 那个香菇 香菇 笋子 笋子 还有毛豆 毛豆 木耳 大概在几样 所以我过年前做春舌菜不及格 我没有放草菇 然后呢 好了 然后 第一个草菇 一定要教大家去认识草菇 基本法 草菇基本法 草菇买回来 你要是一天两天不煮 它化水了 变水 只有草菇会化水 别的菇都不会 所以你草菇买回来 洗一下 就浇在水里面去煮 煮滚了要煮六分钟 六分钟以后原汁泡着 你这样放在密封盒里面 可以放一个礼拜 这个好像是自己在家里做草菇罐头 那个草菇的水非常香 跟香菇的味道不一样 这是草菇的处理方法 那个穿耳 我用的是野生小木耳 那个就是洗干净 加水去蒸 要蒸哦 蒸个四五十分钟 或者只有泡哦 再捏到你要的大小 好 笋子 带壳 蒸五十分钟 去壳 切 也是你的大小片 这也是笋子基本法 竹笋的基本法 毛豆 买回来 放在水里面 因为毛豆还有一个膜 你用手去抓 在水里面 一直流水 一直抓抓抓 豆豉跟豆豉 让它摩擦 摩擦 用膜会一直浮起来 你一直打 一直摸 一直打 打到最后 没有壳了 用盐水去煮 八到十二分钟 盐糖水 保师傅现在讲的几个食材 都是这几个食材的基本法 这几个食材用在其他的料理 也要经过这样子的基本法 毛豆煮好了 你用一个盘子 下面垫个筷子 这样亮的 否则你煮半天 它会变色 因为你煮十二分钟 它也不会黄 因为有盐糖会定色 这个毛豆 你这样当零食就很好吃 而且是盐糖水 毛豆也准备好了 香菇 你就用厚一点的香菇 加水 蒸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以后 去地头切片 这样都准备好了 听众朋友 现在听到这里 就会发现说 奇怪 香菇不是只要泡水吗 木耳不是只要泡水 香菇泡水不够香 老实讲 蒸过之后更香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树鸡 树鸡 树鸡要买好的树鸡 为什么 我最 因为一般树鸡太硬了 有味道 有味道 颈味太重 我最近 找到一家树鸡还不错 叫根豆腐 根豆腐 根重的根 根 根的根 它的豆腐是布包 它是手工布包的 用布包起来的 其实这是以前 我们做树鸡的方法 就用白叶去泡了以后去压 压出来的树鸡 所以树鸡的前身是白叶 它那个树鸡 布包的很软 比豆腐硬一点 你就知道它多了 比豆干软好多 树鸡我要怎么处理 切片 所以等于是我如果买到 减水味没有很重的树鸡 我直接切片就好了 它这样吃 沾东西就很好吃 这样都切好了以后 我个人 因为他们那边 有没有胶子 我不知道 我个人切点葱栗跟姜片 我们那天是要吃热的 所以我用一点猪油 你要吃树的话 就用花生油 你可以用花生油还是香油 所以我那天是用猪油加花生油 去爆香葱姜 然后呢 爆香葱姜以后 就把那些笋子 树鸡那些料下去炒 炒香了以后 搶一点酱油 不需要大火爆炒到什么程度 搶一点那个万河酱油 搶一点那个绍兴酒 我那天是用花雕 一搶 炒香了以后 我会放一点蚝油 你不放也没有关系 一炒 加点高汤 加点那个糖跟胡椒粉 我会小火煤一下 汤要多一点 不要太多 煤大概五分钟 五六分钟就好 它是快煤的 它不用像烤腹烧个三十分钟 它是快煤入味 味道五分钟 它是已经收浓了 我都一点点芡 它吃不出来的 它的味道才会扒上来 芡一兜 起锅把毛豆撒上去 拌两下就好了 这样起来 那个味道就很好吃 毛豆是最后下锅 否则毛豆热热的话 也会变色 还有就是 我记得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做了这道吞舌菜 我自己以为我做的很成功 我拿回去给我妈妈吃 因为我觉得这个老人家都喜欢吃 听众朋友也听 它里面的食材 有的都 比如说木耳香菇都蒸了 蒸了这样比较软透 然后就给它吃 老实际上我其实并没有做出 拼蒸坊的味道 我自己做出了我自己的味道 我一定要做别人的味道 做出我们喜欢的味道 对 然后还有就是呢 我为什么会再讲说 汤汁要多一点 因为汤汁如果不多一点 我都一直觉得 这个你知道就是 等一下 这个不要炒得水水的 没有啦 等一下 不是 那个叫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白叶 不是白叶 树鸡 树鸡 对对 我来接这段 因为我觉得汤如果不多一点的话 树鸡都会变干啊 我都喜欢吞舌菜 就比如说我喜欢吞舌菜的目的是 它都软乎软乎软乎好吃 不是啊 因为你树鸡买的不好啊 买到好的树鸡 它是不是就软了呢 就软乎软乎 好 教大家做这道素菜 而且这道素菜在夏天 它不是素菜啦 它你可以做素菜 你就全部用素的 不要加葱 不要加荤油就好了 就是素的 它基本上是一道素菜 它基本上没有用肉 没有肉啊 可以交给大家 你知道冷食热食 其实都可以 谢谢宝师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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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